大家好 我是無為 這次要介紹的是少為人知又使用的戰鬥技巧喔 那還沒看過上次遊戲設定 跟神奇技巧的朋友可以先去補看喔 上次介紹的酷技巧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就是我們巡血犬的小小技巧 我們都知道狗掃描後會顯示人數 但是其實那只有剛掃的時候喔 只要敵人還在掃描的範圍內出現 仍然是會掃描到 但是人數不變 所以掃描後還是要盯著有沒有多餘的敵人跑進範圍內喔 第二個小技巧是我們生命線的 生命線在救人的時候會有DOC機器人 在空中可以打掉 救援就會終止 但是線版本不知道為什麼打不掉 不知道是偷改還是BUG 然後是生命線的QG補血機器人 這次可以無限防彈 當你在補電加補血的時候 記得將DOC機器人丟在自己旁邊 可以當一個小小的掩體 第三個是一個假的小秘密 當我們受傷時除了跑毒圈或是撫蝕毒氣外 我們都是優先補電 補電除了比較快之外 有護甲的時候被打不會晃動 比較能維持槍的準度 有護甲也不會被手的彈炸飛喔 所以有些反殺時刻會優先補一顆小墊的原因 除了可以騙對方自己還有血之外 被打不會晃動也是重點喔 第四個高傷害槍的小福利 有時候敵人躲在房子裡面 想要給他們一顆芭樂 但卻沒辦法嗎 除了炸門之外 單發傷害有40以上的槍枝 打門法都可以把門直接打開喔 第五個 夭射的秘心 我們可以看到 夭射的時候 準心會有收縮 其實這個就代表 閃射的範圍 越小會越準 所以蹲蹲槍法 除了閃子彈 還有極速子彈的作用 那用三重擊或是狙擊槍的槍枝 除了瞬開 蹲下夭射開槍 也可以瞬間提高準度 第六個小技巧 扁隊友 隊友倒地或是拉補的時候 如果是在空曠處 或是圈內 記得幫隊友一把 直接扁他 把他推到安全的地方 第七個小技巧 切刀跟空手 非常重要 一般我們在打的時候 有時候對槍很容易卡鏟跳 那我自己對槍要位移的時候 都習慣切換空手再換槍 切成空手的瞬間會獲得一定的加速度 趁這個控檔 鏟跳成功率會高很多 另外趕路的時候 也不要一直拿著槍 速度會差很多 好啦 那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觀看 最近我真的很缺訂閱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幫我訂閱吧 我是Ruwe 感謝你們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這些戰鬥技巧 可以幫助到大家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1 2 2 3 4 4 5 6 8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